今天 今天 我就要用我苦練三年的秘密武器 來解決你 來吧 不管什麼球 我都會打成全壘打的 球可以变得这么厉害 有物理上的背后的道理吗 其实我们讲的真实世界真有变化球 这个球行进的速度 球的粗糙度 上面的缝线 它的旋转都会对这个球的产生影响 让它产生变化 不过理由最重要的是旋转 旋转这件事情会造成的现象 我们在物理学上叫做马格鲁斯效应 球若旋转的时候 那同时这个球会前进 这个流过球的气流 有一边会比较快 一边会比较慢 那它会造成不平均的 这个不平均的气流 就会造成压力 于是球就会往一边偏了 最典型的就是那种下坠球 一般来说的话 猴虎之间的距离 大概是18公尺 只要做到每秒40转 它就会因为马格鲁斯效应 造成它将近半公尺的变化 所以如果你要造成磨球这么大的变化的话 它必须是正常变化球转速的30倍 也就是必须达到每秒钟1200转 这种旋转速度已经比我们实验室所用的超高速离心机还更快了 一般的变化球 它每秒40转的时候 它所对应到的旋转动能 大概是2到3交2 可是呢 这个旋转动能 是跟转速的平方程比例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要投磨球 你必须把转速变成原来的30倍 那这样子它所对应到的旋转动能 就会变成原来的900倍 将近1800交2 一般棒球选手 使这个球旋转的时候 它所施出来的指力和腕力 大概是2公斤重到3公斤重 可是如果是磨球投手 那就不得了了 它的指力和腕力 就会是刚才的900倍 也就是1800公斤重啊 把一台车抬起来都不成问题 真是不得了的体能 柳田理科学龙老师 在他的著作空想科学读本里头 提出了一个想法 科学里头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劳伦之力 劳伦之力指的就是带电粒子 在电池上底下所会受到的力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件事情 首先 投手要在投手修上面设立一个静电产生器 然后呢让我们的球带静电 不过这静电要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还要在棒球上的两端设立超导磁铁 因为超导磁铁可以给我们很大很大的磁场 投手把这个球投出去的时候 这个劳伦之力就可以让这个球产生弯曲 那我们调整这个磁场的方向 甚至可以让它弯来弯去都有可能 不过我这边要讲好 除了这个球的静电 有可能因为放电造成安全上的问题之外 这个磁场也要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呢放球场上的人也不可以带任何铁器 否则被这个磁铁吸过去也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